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今天为您解读的是 正五之魔 副标题是 意欲是你我共有的秘密 这是一本很个人化的书 作者叫安德鲁·索罗门 是位作家 从学历上看 索罗门是个精英人士 他在耶鲁大学读了文学学士 还在剑桥大学 拿到了文学硕士和心理学博士学位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青年时他经历了母亲自杀 母亲去世后 他开始与抑郁症相伴 索罗门从自己的抑郁 开始写这本书 然后写别人的抑郁 以及不同背景下的抑郁 1998年 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抑郁的文章 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 从这批读者中 他挑出了这本书的 第一批采访对象 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 是共情 希望帮助人们真正理解抑郁的人 抑郁症是个体的痛苦 也是时代的顽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 已经超过三亿人 我们读这本书 可以看到最绝望的人 如何面对在世之苦 和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这也是一本具有综合性的书 其他人写书 讨论抑郁症的成因时 要么从科学出发 要么从哲学或心理学出发 而这本《政武之魔》 融合了医学 心理 文学 历史 政治 等多种角度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 与抑郁症有关的更大的途径 为了写这本书 索罗门不仅采访了 大量抑郁症患者 还采访了医师 科学家 相关决策者 哲学家等等 他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是 尽可能基于经验主义 得出抑郁研究的秩序 而不是随意用些意识 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此外 索罗门在写作过程中 还找到了这本书的另一种意义 他认识了很多坚强 聪颖 坚韧不屈的抑郁者 他们的故事帮助索罗门 了解到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于是 他选择在书里描写他崇敬的人 而不是让他感觉不太好的人 在他看来 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是为出众的人 和他们的成功故事 创造一个更有保护性的环境 索罗门相信 这些帮助过他的故事 一定也能帮到别人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2001年 获得了当年的 美国国家图书奖 非小说类 此后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在全球畅销 2016年时 作者增补了一张内容 介绍了本书出版后 各方面的发展 许多抑郁症患者 都从这本书中获得了安慰 但索罗门说 这本书并不能替代正确的诊疗 他在书里介绍 治疗抑郁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谈话治疗 语言沟通 二是生理干预 包括药物治疗和电机 谈话疗法来自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法的创始人 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包含了 对深刻和人类复杂性的体悟 对抗自我否定的强烈要求 以及对人生之间的尊重 我们都能体会到人生之间 也努力寻找人生中的一些快乐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 抑郁是一种绝望的机制 就像作者在书里所说 体验到衰退 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暴露在雨水的侵蚀中 直到自己变得愈发孱弱 自己越来越多的部分 在第一阵强风来袭的时候就会被吹散 留给自己的越来越少 这些都绝不愉快 本书一共有十三章 第一章的标题是 抑郁 第二章是崩溃 随后是治疗 替代疗法 而后视角逐渐放大 标题分别是 人群 成瘾 自杀 历史 贫困 政治 和演化 第十二章 终于写到了希望 最后一章叫后来 后来的所罗门 已经不再像之前抑郁时那样 感觉很糟糕 他发现 抑郁就像一个季节 他会像经历冬天那样 循环地经历抑郁 他会为抑郁的再次到来做好准备 也学会了 要在冻疆的时候 勾画春天 在希望这一章 所罗门对抑郁人士建议说 抑郁期间最应牢记的是 失去的时间无法挽回 经历病症时流失的分分秒秒 再也不会与你重逢 不管感觉多糟 你都必须倾尽全力活下去 哪怕当下能做的一切 只有呼吸 耐心等他过去 把等待的时间尽可能填满 把握住时间 不要盼着自己的人生消失 哪怕是觉得快要爆炸的分分秒秒 也是你人生中的分分秒秒 一旦失去 就不再拥有 今天的解读有三个部分 母亲的自杀是索罗门生命中的巨变 第一部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这段经历 以及他对自杀的思考 接下来的两部分 与人们对抑郁的误解有关 一个常见误解是 人们总以为抑郁是一种现代疾病 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中的抑郁 另一个常见误解是 抑郁是一种富贵病 第三部分要讲的是 抑郁并不是一种富贵病 它总与贫困有关联 好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我们了解一下索罗门的故事 在他的人生中 自杀这个词经常出现 索罗门在1963年出生 九岁时 他第一次知道了自杀 那一年 他弟弟的同学的爸爸自杀了 索罗门一家议论这件事的时候 妈妈跟孩子们解释 有的人就是遇到了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最后无法忍受继续活下去 而你们一定要坚强地过完这一生 一定要活下去 青年时期 索罗门身边有几个熟人也自杀了 1989年 索罗门的母亲确诊了卵巢癌 住院第一周 他就宣布要自杀 起初 这只是他对自己遭遇不幸的一股怒火 可此后的化疗效果不佳 自杀就变成一个实际的计划 他对家人说 如果你们爱我 就帮我从这种惨况中拯救出来 一年后的一天 索罗门给家里打电话 想知道母亲病情如何 父亲回答说 我们会继续现在的治疗 同时探索其他选择 这里说的其他选择 一家人心知肚明 索罗门的妈妈已经拿到了足够的药片 妈妈说 只要还有微弱的希望 她就继续治疗 但如果没有康复的希望 那就自杀 接下来的八个月 妈妈呕吐心慌脱发 嘴巴里的溃疡从来没有好过 过敏颤抖 她决定在1991年6月19日 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时她58岁 那一天天降大雨 索罗门接上弟弟一起回家 父子三人陪着妈妈 妈妈吃下40片药片 喝下一杯福特加 她对家人说 我想用我的爱把你们包裹起来 保护你们不被这世上 任何可怕的东西伤害 我希望我的爱 可以给你们一个快乐安全的地方 她对索罗门说 你能给我这个母亲最好的礼物 就是继续去过美好充实的生活 享受你拥有的一切 母亲去世后 索罗门清理她的遗物 洗手间里有护理假发的工具 一瓶瓶止痛药和维生素 当她看到母亲自杀时用的药物时 她把药瓶揣走了 她想 如果有一天我遭受到疾病和绝望的折磨 这瓶药会派上用场 十天之后 父亲打来电话 质问儿子怎么处理那瓶药 索罗门回答 扔了 父亲说 你没权利扔掉 那些药是我留给自己的 以防万一哪天我病了也许用得上 那时索罗门明白了 自杀的传染性到底是什么 对这家人来说 仿佛通过筹划服用这些剩下的药 就能以某种方式和母亲重新连结 数年后 这对父子才放弃了这个构想 母亲去世后 索罗门开始接受精神分析 她很依赖与精神分析师的会面 这样可以遏制她的悲痛 直到1993年 恋人和她分手 精神分析师说自己要退休了 索罗门失去了感受力 不再在乎爱 不在乎工作 不在乎家庭 不在乎朋友 1994年6月 索罗门开始感受到持续的厌倦 她从小就想当作家 可她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后 她却并不感到兴奋 8月 她又突发肾结石 状态进一步下滑 在31岁生日前夕 索罗门彻底崩溃了 她躺在屋里两天没有吃饭 父亲赶来帮助她 索罗门开始服药 然后搬进了父亲的住处 陷入抑郁状态中 就连去洗澡这个念头 也会让她感到无力和恐惧 索罗门并不知道 假如没有失去母亲 她是否还会经历精神崩溃 究竟什么时候是抑郁触发了人生事件 什么时候是人生中的不幸事件触发了抑郁 对于这个问题 索罗门在书里说 二者界限模糊 并相互引发 比如不幸的婚姻引发糟糕的人生事件 这些事件引发抑郁 抑郁又会引发不良的关系 她在书里介绍了一项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结果 第一次重性抑郁发作 通常与人生事件关系紧密 第二次发作时关联就会减少 到第四五次发作时 人生事件就似乎全无影响了 也就是说 最开始时一定是外部事件触发了人们那个脆弱的地方 但超过某个特定的点后 抑郁会与人生事件脱钩 完全随机 自发而动 不过 经历了糟糕事件的人里 只有大约五分之一会发展成抑郁 索罗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 自杀的念头挥之不去 但它并没有自杀的冲动 想自杀和真的去实施自杀 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不少人都认为 自杀倾向是抑郁的一种症状 有自杀倾向的确是判断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在索罗门看来 抑郁和自杀二者之间不存在某个简明的等式 它们不是一个引起另一个 而是经常并存相互影响的独立体 他在书里介绍 美国的自杀事件中 有近半数的当事人接受过精神科医生的治疗 但还是意外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抑郁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之间 也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有些轻度抑郁者也会自杀 而有些人身处绝境 却依然坚持活着 索罗门是个作家 与抑郁相伴的时候 他会用文学名家的诗句和文字 描述自己的感受 也会用哲学家的思辨 帮助自己厘清自杀的念头 比如舒本华说 自杀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实验 一个人抛给大自然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死亡会对人的存在 以及人对事物本质的洞察 造成怎样的改变 这是个笨拙的实验 因为要实施这个实验 就要毁灭提出这个问题 并等待答案的意识本身 当索罗门不想活着 好奇人死之后会怎么样的时候 舒本华的这个观点会让他意识到 死亡会消灭他的好奇 这种思考让他活下去 索罗门说 我可以放弃生命中的一切外物 但不能放弃我的困惑 帮助索罗门撑过自杀念头的 还有这样一句话 活过这一刻 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 结束自己的生命 了解了这一点 他就可以不被自杀的念头 完全压倒 索罗门在书里说 一个人对理性自杀的思考越多 就越有可能免于 非理性的自杀 如今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 抑郁是一种现代病 在作者看来 这大错特错 我们对情绪和性格的理解及控制 从古至今不断发展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来看看历史中的抑郁 书里介绍 在西方 抑郁的历史与思想史联系紧密 大致可以分成五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 古希腊时代的医师 西伯克拉底认为 抑郁本质上是大脑的疾病 可以用口服药物的方法治疗 第二个阶段是中世纪 那时候 抑郁被污名化 抑郁的人会被视作 失去了上帝的眷顾 第三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 抑郁被浪漫化 天才艺术家们的颓废被看成是洞见 第四个阶段是17到19世纪的科学时代 人们用实验探索大脑的构成和功能 尝试用生物性的策略来驾驭心灵 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出到现在 在理解和治疗抑郁方面 出现了两项重大运动 精神生物学和精神分析 接下来我们主要了解一下 第四和第五阶段 17与18世纪之交 科学大步前进 在整个18世纪 关于身体和心智的科学解释 都在不断加速发展 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 如果一个人无法维持精神健康 会被认为是自我放纵之人 失去了理性 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 作者在书里说 在18世纪 精神病人是没有权利 没有地位的局外人 妄想症和抑郁症患者 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制 一旦表现出精神失常 你就要到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因为你就像一头 被捕获的犀牛一样 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 抑郁者一般来说相对温顺 受虐待的程度也要低一些 那时候 医生对抑郁者采用的治疗手段 是通过身体的痛苦 来分散他们对心智之苦的关注 常见的手段 有让抑郁者溺水 或是通过一些旋转装置 让他们昏厥呕吐 在这种背景下 遭遇抑郁的人 不得不偷偷摸摸的生活 英国有一位作家叫 鲁斯威尔 长期给朋友写信 描述自己的抑郁状态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的抑郁达到了 最惊人 最折磨人的程度 我整个人都坠入了深渊 心里充满了黑暗的想法 所有的理性力量 都弃我而去 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 都那么沉闷乏味 鲁斯威尔坚持每天写十行字 在经历抑郁的同时 来描述自己的体验 能让他保持清醒 到十八世纪末期 浪漫主义兴起 忧郁的地位再次提升 被视为一种 具有洞察力的状态 诗人祭祠雪来戈德 乃至后来的波德莱尔 都描述过忧郁之美 在诗歌之外 另有一条哲学线索 先是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 告诉我们 历史不是生长快乐的沃土 快乐的时期在历史 乃是一片片的白夜 世界的历史上 确有几段满足的时刻 但是满足不等于快乐 黑格尔否定了追求快乐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丹麦哲学家科尔凯郭尔 则从自己的痛苦中 得到了神奇的慰藉 他说 在极度忧郁时 我也热爱生命 因为我爱我的忧郁 他说 罕见的不是有人会陷入绝望 绝不是 罕见的 极为罕见的 是从不真正陷入绝望的人 另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 是舒本华 他不相信痛苦会让人高贵 在他看来 世上的云云众生 在焦虑和欲望中度过光阴 时常忍受可怕的痛苦 直至最终落入死神的手中 到了十九世纪 曾经活得有如动物的精神病人 又变回人了 精神疾病的分类更加细致 精神病照护院系统也建立起来 精神病人可以住院治疗 大部分精神病照护院 会把病人分类 白有可能康复的病人 跟治愈无望的病人区分开 1807年 英国每1万人中 有2.26人被判为疯子 严重抑郁者被归入这个类别 到了1890年 这个数字变成了29.63人 这个变化背后有一部分原因是 人们越来越愿意承认 自己的亲人有风症 作者在书里说 如果住院期间 有些人的病情确实能够好转 那么无论是谁 可能正处在一生悲苦的边缘 把他送到可能拯救他的地方 就几乎成了一种义务 抑郁时的第五个阶段 就是20世纪初到现在 在20世纪 在理解和质量抑郁方面 有两项重大运动 一个是精神生物学 另一个是精神分析 德国精神病学家 埃米尔克雷·佩林 是精神生物学的开创者 他第一次提出 所有的精神疾病 都有内在的生化基础 他认为抑郁最重要的原因 是遗传缺陷 有70%到80%的病例 都是遗传引起的 但他开出来的处方 只是静养 增加鸦片和马飞的用量 以及各种饮食限制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 在他看来 忧郁是哀悼的一种形式 来自丧失食欲或性欲的感受 他的学生亚伯拉罕 进一步提出 忧郁抑郁的来袭 是对爱的失望 招引来的 比如 婴儿渴求乳汁 断奶后 来自母亲的拒绝 会让婴儿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 有可能会伤害到 一个人对自我的爱 换句话说 针对精神疾病 克雷·佩林提出了 基因决定论 弗洛伊德提出了 婴儿期经验决定论 对于这两种观点 美国有为教 阿道夫·麦耶的医生 都不赞同 他相信 精神病人 很可能有遗传倾向 但遗传不意味着不可变 人有无限的适应能力 不仅可以放下错误观念 而且还能学着用一种 让自己不那么容易 患精神疾病的方式去生活 麦耶是他那个时代 美国最优秀的精神科主任 1909年 他担任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 新建的精神病学中心主任 他创建了精神保健门诊 由精神科医生领导 负责精神病人的预防治疗 和善后照顾 精神科医生与学校 警察局 社会福利部门配合工作 一起减少人们 对精神病人的无知和恐惧 前面为你介绍过 西伯克拉底认为 抑郁本质上是大脑的疾病 可以用口服药物的方法来治疗 20世纪 医药的科学发展 似乎验证了西伯克拉底的看法 人类搞懂了治疗抑郁的配方 抗抑郁药物的原理是 通过调整大脑中某些物质的水平 改变患者的感受方式与行为方式 1933年 血清素被分离出来 1954年 有研究者提出 脑内血清素 可能跟情感功能有关 1965年 有一篇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 情感是由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一起调节的 而人们那时已经知道 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 多巴胺 血清素 都属于化学物质单胺 一些新药可以有效提升 血液里的单胺水平 1972年 李莱制药公司 研制了一种血清素药物 本来是作为降压药使用 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后来李莱考虑 有没有可能把这款药物 用作抗抑郁药 1987年 这种药物以百优解为名上市 此后十年间 各种抗抑郁药物陆续上市 书里介绍 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 抗抑郁药物是SSRI类药物 它们能提高大脑的血清素水平 百优解就属于这类 但作者也提醒说 这类药物之所以流行 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功效卓越 而是因为它们的副作用低 安全性高 几乎无法用于自杀 这是治疗抑郁人士时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作者介绍 整个美国社会喜欢说 抑郁是由内在的化学过程 引起的 不受患者的控制 既然如此 针对思想的治疗方案 就不再有用了 然而 二十世纪中期的欧洲大陆 却孕育出了 基于孤寂的新哲学思想 特别是作家 加谬 萨特 贝克特等人的 存在主义思想 加谬说 世界是荒谬的 既给不出一个 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也给不出一个 终结生命的理由 萨特记书中主人公之口说 我存在 这个世界也存在 我也知道这个世界存在 这对我来说 并无区别 任何事物对我来说 都没有什么区别 贝克特在小说中写道 无论我出生与否 活过与否 已死或垂死 又有什么所谓 我要继续做 一直做着的事 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 或者我是否存在 这些作家并不是 无病呻吟 他们描述出了 人们处于荒诞世界中的 心理状态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 一直在处理人生问题 孤独 无意义感 死亡焦虑 如果我们总是处在 难受的状态中 外部的糟糕环境 会不会引起 我们的反应性抑郁呢 这在医学上并无定论 却可能是健康的人 关注抑郁症的一个原因 人们多少会陷入抑郁情绪 多少会有疲倦之感 人们之所以能对 抑郁症患者产生共情 就在于人们都要面对 自己的在世之苦 好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来看看抑郁与贫困的关系 如果一个衣食无忧的人 受到抑郁的侵袭 他的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 没有工作的意愿 没法高校做事 感觉自己失去控制 再也取得不了什么成就 通常这种状况会引起 他的朋友和家人的注意 但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人 被抑郁侵袭 可能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 抑郁是跨越阶层的存在 但抑郁的治疗并非如此 索罗门说 相比于一般人群 抑郁更常发生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 接受社会福利帮助的人 他们的抑郁发病率 是一般人群的三倍 在将抑郁医学化的热潮中 如果把抑郁看作是内源性疾病 那就是假定抑郁的发生 与外界物质条件无关 但索罗门认为 真相并不是这样 美国有大量贫困人口 受到抑郁的困扰 他们经济上有困难 家庭关系糟糕 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也没有能让自己 从悲伤和痛苦中分心的爱好 贫困很容易触发抑郁 减轻贫困会帮助人们 从抑郁中康复 但在美国 没有连续统一的方案 来确认并治疗贫困人群的抑郁 我们在书里能看到一组数据 有13.7%的美国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接受有子女家庭补助的护主中 大约有42%的人 符合临床抑郁的诊断标准 超过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每年会把大约200亿美元 转账给贫困壮年人群 及其子女 还会为这些家庭花费金额 差不多的食品券 索罗门估计 如果美国政府 能够为患有抑郁的福利人口 提供有效治疗 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回到工作中 每年大概可以节约 8%的福利成本 根据书里的说法 美国政府的福利官员 不做抑郁的系统筛查 福利项目基本由 不太做社会工作的 行政人员执行 索罗门说 一些针对贫困人群 抑郁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已经有经验表明 贫困抑郁者的很多问题 都可以管控 那些从严重抑郁中走出的人 无论当初的处境有多可怕 他们都开始朝向正常的生活 慢慢攀登 索罗门提醒我们注意 抑郁与贫困相遇的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点是常态化 资源匮乏和贫困会让人陷入被动性 抑郁在贫困人群中非常普遍 以至于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和质疑 这就是常态化 抑郁的穷困人群会把痛苦归结于外在事物 相信外在因素无法改变 并假设内在因素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抑郁与贫困相遇的第二个特点是躯体症状 中产阶级抑郁了 通常会体验到强烈的负罪感 会对人讲自己失败的感受 但贫困人群的抑郁不是这样 他们的病痛表现是明显的躯体症状 比如失眠 疲惫恶心恐惧 无法与人建立联系 这些问题会让他们容易生病 所罗门介绍 要想帮助抑郁者相信悲惨生活和抑郁可以分开 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消沉可以治疗 这非常困难 在贫困这一章之后 所罗门很自然地写到下一章 政治 他说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抑郁的政策有所改变 还有很多国家也在做出改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 所罗门介绍说 有四个因素影响人们对抑郁的观念 从而影响了政府层面的相关政策 第一个因素是医疗化 从前的美国人认为 某个人由于自己的性格弱点而患上的疾病 不需要治疗 但现在人们会把情绪上的障碍 当作是医学上的疾病来治疗 解脱了患者的责任 第二个因素是简化抑郁 几千年来 人们都没有能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抑郁 但现在流行的观点是 就像胰岛素水平低会导致糖尿病一样 抑郁是血清素水平低的结果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和制药公司都强化了这个简化的想法 第三个因素是大脑成像 把抑郁者的大脑成像和正常大脑成像做对比 就会发现 抑郁者的大脑是灰色的 快乐者的大脑是五颜六色的 这样的对比效果惊人 足以说服人们采取治疗的必要性 最后一个因素是 美国一些精神健康游说团体的努力 他们致力于为抑郁者争取权利 所罗门说 治疗抑郁症非常昂贵 他第一次精神崩溃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看精神药力学家用了四千美元 痰化治疗花了一万美元 药物三千五百美元 有的抑郁者在不住院的情况下 一年大约要花两万美元维持心理健康 即使是最简单的抑郁 一年也要花两千美元 每个人面对抑郁时的挣扎都有其个体性 医疗政策如何应对这种个体性 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目前很多国家采取了身体与心灵的两分法 把生理性的治疗纳入保险系统 个人要承担心理治疗的费用 那好 正五之魔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 第一 安德鲁索罗门在母亲自杀去世后 开始接受精神分析 随后确诊抑郁 一直与抑郁相伴 索罗门发现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 而是生命力 抑郁就像一个季节 他会为抑郁的到来做好准备 也学会了在要冻僵的时候 勾画春天 索罗门写这本书是希望 那些帮助过他的故事 也能帮助别人 这本书确实做到了 在公共场合 经常有素未谋面的人 拥抱索罗门 因为他在书里讲述的故事 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感 索罗门也经常收到 抑郁者的来信感谢他 索罗门最喜欢的一封信里 是这样说的 我本来要自杀的 但我读了你的书 改变了主意 第二 母亲的自杀 是索罗门生命中的巨变 他也经历过一段 短暂的准自杀倾向阶段 在他看来 抑郁和自杀二者之间 不存在某个简明的等式 他们不是一个引起另一个 而是经常并存 相互影响的独立体 他认为 一个人对理性自杀的思考越多 就越有可能免于 非理性的自杀 第三 抑郁并不是现代病 索罗门在书里梳理了历史中的抑郁观念 古代的医师认为 抑郁本质上是大脑的疾病 但在黑暗的中世纪 抑郁被污名化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抑郁被浪漫化 可在18世纪 抑郁者又受到了严苛的对待 直到19世纪 精神病照护院系统建立起来 精神病人可以住院治疗 如今人们喜欢说 抑郁是由内在的化学过程引起的 不受患者的控制 抗抑郁药物很流行 第四 抑郁并不是一种富贵病 它总与贫困有关联 索罗门通过美国的情况告诉我们 贫困很容易触发抑郁 减轻贫困会帮助人们从抑郁中康复 但如何减轻贫困 如何治疗贫困人群的抑郁 如何把治疗抑郁的费用 纳入医疗保险系统 仍然是复杂的问题 好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